花蓮蚊彈種植面積達全國四分之一 每年產量約一萬六千公噸 雖銷量不錯 但蚊彈屬於節氣性水果 因此中秋節後自銷的蚊彈 幾乎都是拿去做食品加工 但人力處理速度過慢 因此花蓮農改廠特別研發一套 自動化處理設備 這套設備包括精油刮取機 文彈分割機 優肉分離機 三機串連加工處理速度驚人 精油刮取效率每小時打兩百公斤 優肉提取效率為每小時五百公斤 比傳統人力高出數倍 以義工論的精油 人工要去削皮 然後再去機器壓榨 他一個人 以單人對來講 他一天能最多最多一頓 就很了不起了 那我們機器的話呢 效率是他的四倍以上 公開廠強調 透過此套機器 文彈就可以全果利用 透過冷凍還可以保存兩年 大大增加運用彈性 此技術目前已經計轉 未來也將福島相關農會建置 改變文彈加工的整體型態 於是新聞綜合報導